这个球最原始的设计意念 是如何把大自然不停变化的元素和智慧 应用于处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上 就像一朵花的绽放 云朵的流动 是怎样启发心脏支架的设计 甚至乎是设计危急速度中使用的临时庇护中心 人类的抗压力 是包括如何在变幻无常的环境之中 灵活地去适应和转变 好像这个球能够放大 缩小 伸缩自如 轻轻地动一下 球的形状都会有好大的变化 同样的 我们只要轻轻地留意呼吸 都可以将我们的心境转化 如果可以 找一个安静和舒适的地方 让自己有些许时间去关心自己 可以先调整一下坐姿 是否是否有一种稳妥和脚踏实地的感觉 身体 可以留意一下胸部和腹部像球一样 可以留意一下胸部和腹部像球一样 是否会有些轻轻轻地留意呼吁 慢慢地收缩和下降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气流近处鼻腔有什么感觉 可能吸气时会有种清凉的感觉 护气时会有种温暖的感觉 你可以尝试用一颗开放和好奇的心去留意这些变化 不需要用任何方法去控制呼吸 或者刻意追求一些境界 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如果发现自己分心了 思绪出现一些想法 片段 情绪等 其实都是人之常情 在那些时候 你可以温柔的把注意力带回呼吸上 重新感受一吸一呼身体的起伏 我们的思绪就像天气 或者天空上的云朵一样 不停转变 只要觉察到它们的出现 留意它们的飘散 消失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无论分心了多少次 只要能够自我觉察 和运用耐心和慈悲的态度 再次把注意力带回呼吸上 继续保持自然节奏的呼吸 就可以了 在合适的时候 如果刚刚闭上了眼睛 可以慢慢张开 留意一下自己身旁的空间 让手和脚活动一下 放松一下 其实 学习去觉察自己的呼吸 就是送给自己一份照顾和关心 透过这个呼吸球的提醒 和个人的练习 希望可以培养大家的觉察力 和关心自己的意识 提升面对意境和转变的灵活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